20多公斤 辛迪鄉有兩處 太陽能光電廠區 電纜線招嵌 經與刑警大隊及東港分局組成專案小組 持續追查鎖定靈性貫切涉嫌 於11月26日凌晨見靈嫌再次辦案的時候 當場查獲靈性辦嫌 並起貨電纜線近百公斤 近千公尺長 受害廠商估計損失修復金額達新台幣200多萬元 警訊之後 依加重切到罪嫌 已請廷東地檢署偵犯 稍後提升 記錄辯吉原 稍後提升